从1961年我国研制出第一台激光器至今60年的时间里 激光技术与应用发展迅猛 目前已经成熟并大量应用在医疗、生物、电子、工业、加工制造业等众多学科领域中 近日,坐落于全城济南的新天激光春博产业园基地在济南高新区圆满落成 济南新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 典礼当天,高新区生命科学城副主任曾勇 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岳霜荣出席了本次典礼 并在现场进行了重要讲话 同时,作为嘉宾代表的武汉瑞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杰 活动主办方济南新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贾玉磊也对本次活动进行了致辞 新天科技产业园的落成无疑对济南市激光领域的发展和突破 增添了更多新鲜血液以及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新未来,呈现这位领导让我们共同留意 新年纪念玉磊